六岁女孩满身抓痕 一遭虐待 母亲却说不关我事 据12月4号媒体报道 长沙旺城区金地自在城里 有一名叫方方的六岁小女孩 经常满脸伤痕 一片头发都没了 疑似遭到虐待 据方方的父亲介绍 方方跟奶奶比较亲 但妻子与奶奶的关系不太好 妻子有时会将怨气撒在孩子身上 12月4号晚 旺城公安通报此事 目前已对方方进行伤情鉴定 并对涉嫌虐待罪的女孩母亲谢某 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根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的研究 2008年到2013年媒体报道的 697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中 一半孩子被虐致死 施暴者是亲生父母的 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七五 另外所谓的暴力管教 在调研案例中占百分之十一点零五 而大多数父母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 是家庭暴力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张雪梅认为 应当在反家庭暴力法中 增加相应条款 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概念 做出明确界定 新京冒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